我给你了 温大人刚证不恶 以身寻知 实在令人可悲可态 可是她一生未过 最后却落得惨死的下场 我一定会让冯夕复发 如今我回想起来 觉得冯夕好像不是在狡辩 冬月 你还不了解冯夕吗 她哪一次不是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蹊跷 闻大人回京时 闻心留书去见她 可是至今都下落不明 我已陪人沿路寻找 可还是 我相信她还活着 我们分头去找 只要能找到闻心 我们就能知道 闻大人真正的死因 闻心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都能感受得到 殿下哥哥 殿下哥哥 快开门 殿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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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殿下 闻心小姐 你是来找殿下的吧 是的 是的 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我爹被坏人杀了 是我亲眼看见的 小妹妹 你说的坏人是谁 没想到闻业还有点本事 把你这个漏网之鱼 给藏起来了 求求你 求求你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求求你了 姐姐快叫殿下出来 放开我这个跪着手 放开我 你现在哭天叫地的有用吗 不如这样 我马上送你去跟你父亲相聚啊 快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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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灯 殿下哥哥 是他 是他杀了我爹 是我亲眼所见 就是他 红遮 到底怎么回事 殿下 红遮也是奉命行事 混账 我是你的主子 你奉的谁的命 他奉的是我的命 我才是他的主人 原来是你 方元 你竟敢谋害朝廷命官 文业已死降书已毁 殿下 怎么就单凭女童之言 就可以断定是老臣 杀了文业啊 你不必诸多狡辩 你罪行累累 徇私枉法 我定要将你收尽 是吗 好啊 那就看殿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看谁敢动的 老臣失事之时 蒙殿下不弃仍然重用于我 老臣甚是感激 现在 你只要把这女童交给我 老臣不愿与殿下为敌 大人 大人 毕竟她是太子啊 就算留下这个小丫头 又能怎么样 我们撤 左小丫头 下一位 我一定要重新转异 你最后应该是不担心的 我给你帽子 不得了 自动被人满 对 那我可能不冤心 你怎么从那ام 我 太大人 眼不清 有什么 原来紫晴是冬月帮我 闻在胸口的 原来闻业是冬月的父亲 怪不得他以为闻业是我所杀 都怪我失去了记忆 留出这么大的误会 这次非但没保住降书 闻业还丢了性命 我这一步真的走错了 儿臣叩见父皇 免礼平身 谢父皇 行要 不认识 朕闭关许久 外面可有发生什么事情 儿臣郑有事要禀告 等您明家就安 何苦大师 刚又炼了一颗新药 要朕去服侍 朕就不听你长篇大论了 不过在这之前 朕让你见一个人 老臣方元 参见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父皇 儿臣最近查明 当年明家旧案的主谋 正是方元 当年明家旧案的时候 你还小 你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你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儿臣已经查明真相了 其实当年号称国主 已向明将军投降 降书便是证明明家 清白的证据 左相 为文术杀文业 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欺瞒你啊 父皇 混账 我告诉你 方元所做的一切 都是奉旨办事 陛下 上次 臣办事不立 这次索性不辱使命 终于 请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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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怎么死的 是左相与英丽所为 他们杀文叶就是为了抢走降书 这么说 我们都错怪冯夕了 旁人不信他 我不应该不信他 他的确与陆远同虚于为夷 但为的都是昊山国的降书 冯夕行事怪证 也怪不得我们不信他 左相杀死闻大人可有证事 是文心亲眼所见 文心 你见到他了 在哪儿 他去京郊的河边了 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 放心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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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文心单独待一会儿 是 姐姐 姐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高而别的 我那日出城 看见我爹了 我看见有人想抢他的东西 我爹把我藏起来就 他就 好 好了好了 文心不哭 姐姐在呢 文心不哭了 文心 你看 你 别哭 爹一直陪着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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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只是去了一个 很远的地方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想见到 你要听冬月姐姐的话 勇敢地做好以后的路 成为一个像姐姐一样的好姑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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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就是 谢他干嘛 喂 你再不去捡 只穿拳头漂走了 对了 对不起啊 我知道不是 我不买 无需多言 对不起 属下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听说你原是虎齐英统领 因世久言无君机 被贬为知己了 是 属下一时疏忽 酿成大错 一直悔恨不已 希望你谨记于心 日后莫再重返 殿下提起之恩 定当以命相报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从前的身份 四名清晰 只听命于我一人 是 清晰知道了 退下吧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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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侯爷真是好雅兴啊 此地山清水秀又没有城里的眼线盯着老夫 相爷安排得不错 来 陪老夫喝茶 相爷和老夫还算投气 我这辈子要是能有你这么一个得力的儿子 那就好了 陆世子年少有为 侯爷还怕后继无人吗 犬子和相爷比起来 那真是天差地远了 我一直在想着 你做不成我的儿子 做个伴子也行啊 侯爷的女婿是陛下的莲金 那自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 可是听闻 侯爷膝下的几个女儿尚且年幼 和我不大匹配吧 老夫戎马半生 也到了该享清福的时候了 最近我认了个义女 十分的温柔体贴 我打算把她嫁给相爷 这也了了我们之间的温序之情 可否 请小姐上来 是 女儿见过爹爹 乖女儿 我们妇女是一见如故 为父的 绝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 我要把你嫁给一个当世豪杰 相爷 不就是当世豪杰吗 哈哈哈哈 女儿倒是个爽快人哪 相爷 真是艳福不浅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侯爷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嗯 这羽柔本就是我的女人 还娶什么娶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羽柔服侍你这么多年了 你至今 也没给她个什么名分 你必须正正经经的娶她才行 否则 否则 这羽柔本就是我的女人 现在有了侯爷这个义父给她撑腰 我娶她自然不是问题 不过要正正经经的娶 就需要三书六礼 才能不算博代与柔 侯爷 得放我回去操办婚礼呀 不必了 闲杂事等我会安排妥当 你就在此安心住着 三日之后拜堂即可 三日 我堂堂幼相 那筹备婚礼岂能只用三日 不行 必须得走 你走 这才像话嘛 玉柔 你的婚事为父出马 一定会办得顺顺利利 多谢爹爹 对了 我想回趟冯府 那些日常惯用的物件 那是应该的 葬妃 明日陪小姐回趟冯府 是 那我先去列个单子 去吧 给我定死了 拿些什么没拿什么 我都要搞清楚 是 是 去 你和陆远潼合作 你和陆远潼合作 无异于鱼虎谋皮 那又如何 总之成婚以前 陆远潼是不会放你走的 你偷玉玺 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成婚 相信侯爷一眼便可看出 这玉玺主人真正的身份 你想得到什么 我想和冯夕 双宿双七 厮守一生 我与侯爷达成了交易 你我成婚以后 我会把玉玺给她 你还真是糊涂 你把玉玺交给陆远潼 她还会放过我们吗 她总要顾及半点的香火情分 我已经任她做了义父 她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的 家贫和七皇子尚且在宫中 陆远潼就已经开始 谋划启事的事情了 亲生女儿尚且不顾 别说你这个半路收的家女儿了 现在我的事情被她知道了 她还会留下我们吗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想要一个不爱你的人在身边 你怎么就在家里吧 你想要的生活 就是和相爷在一起 哪怕我知道你不会真心喜欢我 哪怕只能做一天的冯夫人 我愿意 好 你怎么怎么回事 你 我跟你相云 你心想要得到你 是我辜负了你 相爷 你不怪我胁迫你成婚吗 你不怪我胁迫你成婚吗 你不怪我胁迫你 羽柔 若是你还念赞我们相识一场 记住我最后的话 这次走了千万别回来 我为什么不回来 这些年你欠我的恩情 我要让你加倍地还回来 早上 你怎么会 Fell 我来 大乐 你见到冯夕了吗 我也没见到她 真是奇怪 我也好几日没见到她了 平时她去哪儿 都会告诉我一声的 我看外面院子里 停着个轿子 应该是李雨柔在 我们去问问她 来 语柔姐 你见到过小叔吗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这是我和相爷的喜铁 喜铁 你们要成婚了 对啊 所以以后不能再叫我语柔姐了 要改口叫我叔母 冯夕她在哪里 自然是在欢天喜地的筹备婚礼啊 冬月姑娘和相爷相识一场 本该请你也参加婚礼的 只可惜 冯夕是自愿的吗 冯夕是谁啊 她若不是自愿 又有谁能勉强呢 情场如战场 一直以来 都是你赢我输 你笑我哭 冬月姑娘 今日轮到你输了 希望你也能输得起 语柔姐 大老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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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来 冯夕被李玉柔和陆远潼软禁了 我想不出还有第二种可能啊 你曾预言过 陆远潼会起兵作乱 或许 软禁冯夕 就是她作乱的前奏 那我们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来 仁如 Parks 体谈 我是 不知道 你又要 做什么 派人 或者你 说 老师 有做什么 你做什么 several年 我看你 来 有 有 没我命令 不得离开 另外 看着童韵 便让她来找我 婚礼果然有问题 可这也没说 可以阻止陆远潼的方法是什么 小叔的确有提过 他说在私宅后院 他会布置一番 可以让陆远潼有去无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 难道是李雨柔出卖了东西 你连竖个头你都竖不好啊 对不起 狮子爷 奴婢搓手搓脚的 是奴婢子搓 我得有了冯夕这个女婿 自然看不上我这个瘸腿的儿子了 所以你们一个两个才敢怠慢我 你敢怠慢我 你才敢怠慢我 银儿 你出去 你出去 多谢侯爷 站住 来 父亲为你梳头 父亲 明儿 你的伤是为父百秘一书 父亲对不住你 但是 我会用天下最尊贵的身份来补偿你 最尊贵的身份 最尊贵的身份 我已经是定远侯的儿子了 还能尊贵到哪儿去 皇帝和明贵妃的儿子 二皇子庞喜这个身份 够不够尊贵 父亲 二皇子不是冯夕吗 怎么会是我呢 原来父亲为冯夕主婚 原来父亲为冯夕主婚 是有此深意啊 明天你李宇柔就会交出玉玺 有了玉玺 我就能让你成为二皇子 蒙渊的明将军在世上唯一的血脉 明家冤案 是皇帝这一辈子都洗不去的污点 届时 我们就打着 为明家昭雪的大旗举世 我相信天下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是 父亲文桃武略 孩儿佩服 得过了明日 还是 那就 histories 我是 侯爷 你跟着李宇柔就没看清楚 他行囊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都是些寻常物件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这玉玺他到底放哪儿了 女儿 这么晚了 爹爹还没睡 明日为父要为你主持大婚 实在是太高兴了 睡不着啊 女儿能有明日 多亏爹爹成全 玉柔敏感五内 你知道就好 眼下冯夕是插翅难逃 你这婚是铁定要成的 放心吧 对了 明日就是大婚 不如今晚 就先把玉玺交给父亲 如何 先成婚 后交玉玺 不如今的婚礼 与柔一生的幸福 都细于玉玺之上 眼下 是断不能交的 何况 爹爹也不差这一天 不妨再等等 这话也有道理 女儿还要布置礼堂 爹爹早些回去休息吧 明日就是你大婚的日子 女儿也早些休息 我是不是做错了 可若是不这么做 又该怎么办呢 你就是雨柔妹妹吧 你是陆世子 你这个称呼 就把我们叫生鼠了 你就叫我一声哥哥吧 还请陆世子自重 还请陆世子自重 妹妹 你这就是不懂事了 我的前途不可先亮 你心心念念要嫁的冯夕 到时候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爹自有一番部署 总之 我今天要你 那是救你 是抬一句 你要把握好机会哦 多谢世子提点 世子的身子都这样了 还是早些歇息吧 我这是你没问题啊 丽荣 我这是给你机会啊 你不要 你千万别后悔 少爷 多谢 冬月姐有出门吗 没有 那有什么人出入过月圆吗 昨夜子鸢姑娘来送过饭 到了深夜才走的 道乐 子鸢 道乐 是你吗 道乐 子鸢 你为什么会在里面 你别进来啊 我 子鸢 别进来 子鸢 你怎么弄成这样 我 冬月姐呢 我昨天晚上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趁我不注意把我打晕了 还把我的衣服传走了 你们是两个废物 换了身衣服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 快去准备车马人手 去东郊寺宅 是 我也去 我 陆远潼重兵驻守东郊寺宅 太危险了 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去 你别在这里跟我逞英雄了 你都忘了吗 我们说好了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那好吧 那我在外面等你 我好呀 我爱你 我好呀 我好呀 嗯 我好呀 我觉得 嗯 我好呀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